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恒天下 这条片我想说宇宙最强的中共现在有多恶 可以说中共除了少少顾忌美国之外 几乎横行全世界 中共海外警察可以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为所欲为 就算事件被揭发 只要死口不认 次次一定无事 这条片我想说中共这些威胁 就让大陆那些小粉红、香港的蓝丝叔八宗母 让他们嗨一下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恒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 言归正传 5月5日 习近平将会访问法国 就和法国鼓励仔马克龙见面 而习近平访问法国前两天 即香港时间5月3日 法国电视第二台 就播了一个专题报道 这个专题是法国电视第二台 与法国媒体《挑战部》合作的 OK 专题报道是关于什么呢 是关于一个叫凌华站的大陆人 怎样被中国大陆的海外警察公开地夹他回大陆 这集报道吸引的地方 是记者全程直击整件事件经过 一直跟踪拍摄 揭露中共驻法国大使馆 中法协会的成员 中共地下警察 和中共公安局 还有什么桥母组织 联手合作 合作得很紧密 用一个很有组织感 非常高调的方式 逼这个临华站回大陆 这个临华站 可以形容是一个向外国 揭露中共恶行的意见人士 当然在中共眼中 联华站是反骨子 是叛徒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联华站 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大陆子 这个人非常大舊的 大舊佬 相信他应该是广东人 他自称是一个农业技术员 哎呀 阿湛哥阿湛仔 你直接一点 自称农民就算了 做一个农民很失礼吗 来到这里我必须讲讲 很多反共的大陆媒体 故意隐藏 凌华站真正身份 企图将凌华站 形容为一个很普通的意见人士 而事实上 凌华站原本 是帮中共办事的人 有人可能会说 什么和理哥 你不是反共的吗 我想这些人真是搞错了 我得鬼闲反共吗 我亦高攀不起 这么伟大 这么光明 这么正确的使命 我只是每天懒眼旁观 我细心地分析 中共怎样自己反自己 怎样自己玩残自己 我是一边喝啤酒吃果仁 一边看着阿维尼 不停上演闹剧 某个程度来说 我是评论中共闹剧的影评人 至于中共反定不反 就关我鬼事吗 没了中共 就有另一个皇帝上台 死一只围尼 就换一只米旗 本质上没有分别 讲回正题 这个凌华站之前 在自己拍的片 爆料 说他是受中共指使的 去搞一个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 王静瑜 大家可能听过王静瑜 但不知为什么 这个站仔 反而站在王静瑜那边 不知出片承认自己做错了 他还说 会向德国警方 自首和爆料 这个部分就是我前面说的 反共大陆媒体 刻意隐藏的东西 反共大陆媒体 只是说凌华站爆料之后 怎样支持台湾 香港和新疆 OK 2023年9月 凌华站自称 向德国警方自首之后 中共就威胁这个站仔 叫他去法国 各位大家想想 为什么中共会叫站仔去法国 我的分析是 德国警方 不想处理这件事 又或者不敢处理 同时德国警方也知道 中共地下警察 将会夹走站仔回大陆 所以德国警方就跟中共说 你们带站仔 离开德国啦 拜托啦 不要留在德国啦 这样令德国很难做的 因为如果中共在德国公然夹走站仔 德国政府就好没面 而法国就不同了 法国面子的东西没什么所谓 站仔果然听听话说 由德国去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站仔就不停被大陆人跟踪 甚至当街羞辱他和攻击他 最后站仔就被带到中共驻巴黎的大使馆 再被囚禁在一处地下室 日头要写检讨和看央视 不知为什么要看央视 晚上就和他哥哥视像通讯 凌华站就说他哥哥明显有被折磨 甚至对方曾经威胁 会将他哥哥施以酷刑 不过这个凌华站仍然 自己不肯妥协 之后这个站仔就被押去巴黎第九区 一间云南餐厅 和另一间四川餐厅 在那里又被人打了几祸 各位 如果你想知道这两间餐厅是什么字号 其实不难的 很容易的 你只要去巴黎第九区 看看哪些大陆的餐馆 平时 常常不开门营业 开门的时候 又没什么人帮衬 如果真的有人不知订 进去帮衬 你就会发觉 餐牌不合适 价钱不合理 适应不想做 但是这些餐厅 又不会倒闭 长期都维持在 这些九成九 就是中共海外警察局 在欧洲各大城市 很多这类型的中国餐馆 令华珊说 他在这些中共警察餐馆被人打 又用辣椒油去查他 他先后进出巴黎医院十次 但巴黎的警察完全不理 阿湛仔说 巴黎第九区的警察 是与中共警察有关系的 我就觉得 就算第九区警察与中共地下警察没关系 假设他们没关系 这些巴黎警察见到一帮大陆人 这些可疑情况 都是不会理的 他们会觉得是大陆人的事 不理的 好了 灵华珊就说 他自己为了自保 开始假装和中共配合 帮餐厅老板做事 由于阿湛仔完全不懂法文和不懂英文 餐厅老板就相信 阿湛仔也是走不掉的 所以就吩咐他做一些习巷工作 这个时候阿湛仔就有机会联络外边的人 他就找到另一个 停留在欧洲的中共意见人士 王先生 这个王先生就说 起初他不信阿湛仔所说的 不过他建议阿湛仔尽量保留证据 终于3月20号 站仔和王先生说 中共准备夹他回大陆 将会搭3月22号的飞机遣返 王先生的心就想 真也好假也好 顶多3月22号 去大高乐机场白走一趟 真是去看看也好 但他心又想 自己一个人去很危险 于是他就联络他认识的法国记者 记者那边也很有兴趣报道这件事 法国电视第二台和挑战部 都很想做这个专题 于是马上根据站仔之前提供的资料 就派人留守站仔去过几个中共的基地 3月22号上周6点 记者和王先生 就拍摄到站仔被带入地下室 9点两架车洗到门口 哇 厉害大阵仗 根本是成班人出动 夹站仔去机场 记者马上联络机场的拍档 就设定好位置 准备拍摄 没多久 两个中共试管人员 再加上几个 穿了红色背心的大陆人 好像拍戏 很有型 夹站仔上车 而那些背心 还引有 法国爱心团几个中文字 不知这样 有些人手上还拿个纸袋 又或者可能是环保袋 就印有 法国爱心团几个字 那种囂张 那种夸张的程度 不单止是拍戏 根本这帮人 直接当正在大陆工作 根本完全当法国政府 当法国警方 当法国主权 没到 根本为所欲为 怎么做都行 去到机场了 一帮中共的地下警察 使管人员 很有型地 压站仔进机场 他们不知道 全程被人拍到 然后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就说 陪站仔一起搭飞机回大陆 全程 刚才说的 记者就拍摄了 上机前 有人终于 交了一本护照给站仔 站仔在入闸前一刻 突然逃跑 中共的人马就马上追 然后记者 又追上去拍摄 这次就轮到中共的人马 有点措手不及了 其中一个西装友 还用手机 拍回记者转头 而记者那边 全部的人马 都是用手机拍摄的 所以我看片 这个场面 相当有趣 有记者 截着中共使馆人员 说要访问他 终于 法国海关 发现这个情况 出面干预 但由于使馆人员 外交身份 所以法国海关 都没办法 没办法 不过这样 不知为什么 法国外心团的人 不是使馆人员 但仍然全部放走 各位你说为什么 非常明显 法国政府就是不敢介入这件事 OK 这次夹走 站仔失败了 站仔马上收到很多信息 就叫他快点回大陆投案 否则他的家人会受到报复 记者说 站仔近乎精神崩溃 好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 这次就联络记者的 王先生 在律师的陪同下 去法国国内情报局 即是DGSI 去那里报案 DGSI就说会高度重视这件事 我心想 别玩了 DGSI高度重视 看看怎样 大家儘管看看 马上记者又报道 中共大使馆联络了 法国电视第二台 想阻止这次专题出街 记者亦预计了 这次法国电视第二台会屈服 不过这样 这次报道是与挑战部合作的 这次那么多人参与 这宗新闻要完全禁播 要完全禁低 就没那么容易 电视台不播吗 可能网上一样有大把片看 于是法国电视第二台 就决定照样出街 兼且还特意等习近平 访问法国前两天 才播这个专题 前面讲的王先生 他就说 就算令华站是罪犯 中共都应该用正常途径引导他回大陆 各位大家留意下 中共和法国是有引导条约的 只要中共开句声通知法国的声 令华站肯定肯定的必然会被引导回大陆 现在中共公然在法国明目张胆 压一个大陆人走 可见是几囂张几霸道 这件事中共怎样回应呢 还用说什么当然出绝招 就是死口不认 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在网上回应 说法国媒体的报道 是完全谎言和捏造故事的 网上声明就说 令华站是一个反华活动人士 令华站也承认自己犯了错 中共使馆是根据他个人的意愿 以及要求帮助他回大陆 期间并没有任何拘留强迫和威胁的行为 各位 中共连当面回应法国都免费 根本惯你法国都傻 直接闲话一句不认就算 这件事我敢写包单写包单 法国政府一定不会有跟进行动 顶多顶多假扮调查事件 这件事一定不了了之 对习近平访问法国更加完全不会有什么影响 法国人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反应 反而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有点不同 有可能就多了对中共的提防 下次有类似的case在他们国家出现 他们就会早点提醒中共 叫中共地下警察 麻烦了帮个忙 夹那人先去法国 去了法国之后再夹他回大陆 总之不要等他们的国家难做 简单说就是学德国那一套 各位大家看回 根据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视 4月份最新报告 中共在53个国家都有地下警察局 过去10年超过12,000人被夹回大陆 所以零华站事件 只是12,000单其中的一单 不过这次可能有少少不同 少少 就是这次零华站已经找了法国律师协助 看看这个法国的律师 够不够胆做少少事 又或者中共 省了些事给他 于是这个亨利律师 就不做事 也不一定 总之 如无意外 这件事 就是不了了之 这部闹剧很快上画又很快下画 来到这里也就是这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很希望大家加入去支持我们 另外 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 也在这条片下面 很希望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拜拜 拜拜